好 现在我们来谈第八个环节 就是H2管理环节的成本控制 就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成本控制 那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人力资源的相关的成本 因为H2管理环节 它除了本部门的一些 这个管理费用之外 还有主要是我们与人有关的成本 所以说何一是人力资源的相关的成本 那么与人有关的成本 我们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工资 说工资多少薪酬多少 对吧 其实与人有关的成本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 我们按照这个人力资源进入公司 到离开公司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大致把人力资源的成本分为四个 一个叫取得成本 一个是开发成本 一个是使用成本 一个是离职成本 什么叫取得成本呢 就是我们取得人力资源 把人才引入公司 招聘进入公司 发生的相应的一些成本 包括招聘 招聘成本 比方说我们要举办这个招聘会 对吧 包括网络招聘 包括线下的这个 校招 还有社招 都要有些招聘会 有招聘的成本 你参加网络招聘 有会员的费用 等等 招聘的成本 第二选择成本 就是我们把人员呢 这个初选之后啊 我们做一些这个测试 叫人力资源的测评 是吧 选择等等相应的一些成本 录用成本和安置成本 就是我们录用这个人才 一直到他进入公司 安置下来 这要发生一些录用和安置成本 你比方说安加费 是吧 安加费 给他最基本的一些配置 这叫安置成本 那么这是取得成本 大概有这么多 那么第二个叫开发成本 所以开发就开发 那我们人力资源的能力 使他的能力能够达到岗位 所匹配的这个要求 我们叫开发成本 那么主要是我们的培训成本 因为岗前的培训成本 岗位的培训成本 岗前就是在上岗之前 有的企业会做一些三级培训 是吧 公司级的培训 部门级培训和岗位级的培训 上岗之前的一些培训 还有岗位本身 在岗位过程中 我们做的一些培训 这个很多企业做内训 都有的 还有员工脱产 到外面进行培训 比方说到高校 上这个总裁班 上什么总监班等等 这种脱产的这种培训 这都是开发成本的组成部分了 第三个是使用成本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人才 使用这个人力 所发生的相关的一些成本 那么这里面 这个首先是维持成本 什么叫维持成本 就维持它的基本的人才的 这个使用 对吧 我们发生的基本的指数 比方说我们的工资 那基本的工资 是吧 基本的工资 就是基本的维持成本 还有奖励成本 就他干得好 我们有奖金 是吧 有奖金 奖励成本 还有调剂成本 比方说有加班 有加班份 加班费 或者说他没有上班 在节假日之间 我们也会有一些 最基本的开支 劳动事故的保障成本 我们给这个员工 买的这个劳动保险 劳动保险 是吧 劳动保险 还有像养老健康成本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这里面有工伤保险 等等 还有一些这个特殊岗位的 一些什么 这个津贴 补贴 津贴补贴 但津贴补贴 也可以出于这个奖励成本了 奖励成本了 或者说调剂成本 还有其他的一些使用成本 就是人才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 能发挥他的能效 我们相应的一些支出 这叫使用成本 第四叫离职成本 那么就是员工啊 离开公司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成本 那这里面分为几种情况啊 一种是离职的补偿成本 就是公司主动的把员工辞退 认为这个员工呢 他不合格 我们辞退他 那按照这个劳动法的规定 包括我们签的劳动合同 我们给他要什么 要有补偿 要有经济补偿金 对吧 经济补偿金 那如果员工自己主动离开公司的 那么在离开之前呢 他会出现什么 这个低效 出现低效 他不好上干活 他弃驴看驴 弃驴找驴 对吧 一方面在那工作 可能他打算这个下个月离职 他可能提前一两个月 他在找工作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 他就没有安心工作 他工作是低效的 这叫离职前的这个低效的成本 还有控制成本 就从员工 离开公司 到新的人来接受他的工作 中间可能存在一些空档期 那么这个空档期 空档期 对公司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吧 比方说这个工作没人做 会影响客户 影响产品的交付 这是控制的一些成本 这是控制的一些成本 所以说员工 如果老是处于转换状态 那么这个控制成本就比较高 这个离职的补偿成本 和离职前的低效成本 是比较高的 所以离职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说员工 这个要希望我们好的人才 要减少流动 流动特别频繁的话 那么会增加人力增业成本的 不光增加我们的离职成本 也会增加我们前面的什么 开发成本和取得成本都增加 所以这个取得开发 使用和离职成本 这是从员工进入公司 到员工离开公司 在整个这个周期里面 所发生的人力增业成本 所以说我们看看 一说到人力增业成本 我们可不简单 是它的薪酬和工资 薪酬和工资仅仅是使用成本 对吧 使用成本 这是我们在财务核散事 主要是这个地方 像我们前面的取得 开发和离职 它都有不少 我记得曾经我们有一次 在和一个专家 在一项一项一项数的时候 曾经数了大概四五十项 四十多项的 这个与人与关的成本 只要你多一个人 会多很多很多成本的 你比方说还有你工作服啊 是吧 工作服啊 办公桌 其实都是的 其他的是吗 使用成本 你要使用个人 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你要增加办公桌吧 是吧 你要增加这个工作服吧 还有一些办公用品吧 只要增加一个人 他都会增加这些成本的 所以我们要从完整的概念 来看待人力增业成本 这是对人力增业成本的 这个体现啊 我们要了解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怎么来管控 人力增业成本呢 怎么来管控 人力增业成本呢 我们说管控人力增业成本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 在生产人工成本 控制这个环节啊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 管控人工成本的核心 不是说减少它的福利 减少它的薪酬 减少它的工资啊 这不是上策 这是下策 我们更多的是吗 是要控制员工数量 同时提高员工的产出 是这样是一个正确的路子 所以我经常总结这么几个字嘛 叫做减缘 减缘增效 增效 然后加薪 我经常讲这六个字啊 减缘增效 加薪 这就是人力增业成本管控的核心的六个字 当然减缘是相对的减缘啊 或者是控源 或者是控源 因为人力增业成本的管控 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什么叫劳动生产率呢 劳动生产率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分子 就是我们的收入 是我们的产出 是我们的产值 是我们的收入 分母就是员工的薪酬 或者是员工的数量 所以劳动生产率 大概是这样概念 你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你一方面的提高分子 一方面的降低分母 你要提高分子 就要提高产出 提高人员的效率和产出 你要降低分母 你就得控制员工的数量 这是劳动生产率 所以说减缘增效加薪 这是相不相成的 当然你加薪 你是以减缘增效为基础 所以员工你数量没有控制住 效率又不高 你怎么可能给大家加薪呢 不太可能的 如果我们员工控制住了 甚至减下去了 同时我们的效率 单人的产出 效率提高了 那么这时候 公司的任务完成了 对吧 以娇效的人力 完成了公司更多的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 每个人当然 他的工资得加了 所以得加薪 所以这三个词 它是相互配套的一个东西 好 那么为了这三个字 我们来看看 尤其是前两个 前两个配套有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对他前两个 他也有产生一定影响 对吧 比方说我们说减缘 那么这个减缘或是控缘 主要是讲这个地方 对吧 增效 主要是讲这个地方 那么减缘我们怎么控制员工的数量 我们看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设计工艺设备的优化 或者利用IT技术 那么这个本质是技术减缘 是利用技术手段 技术将本在人力资源这个环节的运用 技术减缘 我优化产品的设计 优化我们的工艺方式 或者是把设备进行优化 由半自动改成全自动 对吧 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 IT技术 那我们的这个岗位 是通过信息化系统的解决了 那就不需要这个人工来干这个活了 对吧 那我们的人员的数量就得到了控制 或者得到解决 这叫技术解决 第二个就是组织合并 扁平和集中 那么我们在前面呢 这个结构将本的时候 讲八大方法的时候 讲了一个叫结构将本 其中结构将本里面 有一条叫组织结构的优化 来降低成本 那么组织结构优化 核心就是三个方向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问题了 一个是合并化 一个是扁平化 一个是集中化 对吧 所以合并化就是把几个部门合并 几个部门合并 那么的减少一些人员 比如上次去一个企业 他两个车间 两个车间就是上下游的 这个这个爱德域的两个车间 和两个车间变成一个大车间 那么中间的一些调度会减少 打扫卫生的会减少 统计会减少 对吧 一些辅助岗位会减少 对吧 还有两个岗位合成一个岗位 如果两个岗位 负荷都不是很重 我们合成一个岗位 那么人员会减少 所以说就要合并 扁平化是管理的成绩降低 尽量是扁平化 因为随着现在信息化的发展 随着社会要求组织的灵活性 所以我们的这个决策 一定要更加有效率 所以我们的成绩就要减少 所以扁平化是 整个管理的成绩减少 而且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每个人的管理幅度会大大提高 当每个人的管理幅度提高的时候 那么同样的人 我们管理的成绩就会减少 所以叫扁平化 然后基督化就是基督化管理 把相同的岗位 相似的职能 这些事务性的岗位 标准化工作的岗位 那么又相似的 我们集中在一起 在后台进行处理 比方说成立 这个共享服务中心 有HR的 人力资源的共享服务中心 有财务的共享服务中心 有什么行政的共享服务中心 像海尔 海尔以前全国各地的分子公司的会计 光算账的会计 这个就基础的会计这一块 它都有一千多个人 对吧 通过成立共享服务中心之后 可能总部 两百六七个人 就可以解决原来的 这些一千多个会计所做的工作 所以它的人员的成本 大大的降低 我们中心通信也是这样的 中心通信 全国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在西安 它也把全球的这些 事务性的这些会计工作 包括资金的工作 包括日常的票据工作 那么都在西安 这个共享服务中心来解决 那么也把人工成本大幅的下降 而且它为什么放到西安呢 它放到西安这个地方 这个人工便宜 对吧 它招聘清理大学生 到这个共享服务中心去 它人工 人工这个比较低 它如果放到北京 它人工就高了 所以通过集中共享 而且集中在一个人工成本较低的这个区域 有助于我们降低人工成本 所以这个地方就属于什么 属于组织解缘 这个一条 它的本质是属于什么 属于组织解缘 属于组织解缘 对吧 通过组织解构的调整 来减少员工的数量 另外就是从定岗定边 合理定缘 就是通过确定标准来定缘 定岗定缘 组织解构分析 是吧 定缘 来控制我们的员工的数量 那你定缘 你是有前提的 是有人工的公式标准 是吧 要做工作分析 要做工作分析 要做公式定额 来做合理定缘 这是我们讲的标准解缘 标准解缘 还有我们通过外包来解缘 包括业务和管理的外包 人力资源的外包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叫外包解缘 外包解缘 我们外包啊 这个主要是减少了 自己的正式员工的数量 实现了弹训用功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很多基础的 一些岗位 体力重的 这个工作难度不是很大的 这些岗位 我们请外面的劳务公司派员 来做 执行劳务外包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自己的 正式的照片的数量 我们可能会多付一些费用给对方 但其实算总让你可能是划算的 如果自己的正式员工 如果活少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得养了他 对吧 但是我们外包之后 我们活多就请他 劳务公司多派几个人来 如果活少就少派几个人过来 所以通过这个外包 可以实现我们的弹性用功 降低我们的人员的数量 当然 劳务外包在很多企业 它是有比例限制的 如果超过这个比例 国家可能不太容许 尤其是国有企业 所以说 那我们可以把业务外包 整个的业务都包出去 业务外包不光减少我们的人力投入 也会减少我们一些什么 设备的一些投入 这是我们讲的外包警员 另外 中包协作 兼职工作 比方利用一些实习生 利用一些兼职的人员 兼职人员 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海尔创新网站 包括宝洁 是吧 把很多任务啊 通过网站 请外面这个 这个外面的一些人才呀 科技人才 帮忙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 是吧 这就是一种这个利用重包协作 兼职工作来减少自己的员工的数量啊 包括机械工 实习师 还有多技能工的使用 就一港多人 那么以前搞专用化管理啊 说一个罗布一个科 一个人就能只能干一件事 这种情况适合什么 适合那种大批量生产的这种情况 用大批量生产 每个人工作负荷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我制作一件事 制作一道工序 这会一项技能 那我就做得很专 那么在流程线上 我就不会影响别人 对吧 但是随着这个定制化 这种生产模式的这种出现啊 我们每个产品不可能做那么多 所以说量 不是很大 但平均很多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 一个岗位能做多种事情 因为不可能把每一道工序 每个人都找 这个一个专业人才放在这 他的负荷又不是很重 那我们人员数量就多了呀 负荷不重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岗位 一个人来干 行不行 一个人即可会干车工 也会干洗工 也会干磨工 那多技能工 那我就没必要配三个 这个这个机械加工工人了 对吧 多技能工的使用啊 也由于我们控制员工的数量 最后就是我们机制啊 说过机制 讲本啊 机制讲本 检员控员的机制 就是我们出台一些政策 鼓励我们一线的责任部门 主动的去检员增效 你让这个生产车员主任他检员 他有时候不太愿意检员的 你让这个管理部门 部长让他去检员 他总说我这个任务多 我不能检员 我还增加人 所以你得出台一个机制 比方说你十个人 是吧 你十个人如果能够减到八个人 我保留九个人工资 对吧 那公司也结了一个人的工资 那么对你这个部门来说 你减掉两个人 但是工资是减掉一个人的工资 你每个人的工资还是增加了 对吧 如果这个老板开明的话 十个人 我给你这个 减到八个人 还是保留十个人工资 是吧 还是保留十个工资 那大家说 公司到底有没有节约人工成本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说十个人减到八个人 还是保留十个人工资 公司到底有没有节约人工成本 其实他也节约了 对吧 我们的工资 虽然说没有减少 但是其他的成本减少了 比方说社保 是吧 比方说培训 比方说工作服务 比方说 这个 我们的中餐补贴 等等 其他的人力资源成本 因为人员数量减少了 所以他一定会减少 这就是我们讲 我们要出台这种减员的机制 鼓励我们一线的责任部门 主动的想办法减少 我经常到企业去参观 就问企业 比方说问你这个部门的部长 你到底能不能减 他说可以减 为啥你不愿意减呢 哎呀 减来会没什么好处 对吧 所以我为了我工作能够很好的完成 我领导多增加一点人 反正是公司出钱 要不是我个人出钱 对吧 所以公司一定要出台这种机制 出台机制 最终你的目的是让单人的薪水要提高 所以为什么到后面要配套加薪呢 你配套加薪的话 大家愿意主动去检验 是吧 检验之后 他的工资能力也提高才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些具体的一些方式 所以原来有通过技术手段 通过组织手段 通过这个岗位标准 通过外包 是吧 通过这种机制 这是机制检验 通过机制 在意中是公司的人员数量能够降低 或者说得到控制 相对的减少 比我们产量翻了一盘 但我们人员工资没有增加一倍 是吧 可能是增加了比方1.2倍 相对的减少员工的数量 那么这是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觉得减员的问题了 第二个就是提高人员的效率和产出 人员的数量减下去了 那每个人的产出必须要提高 效率必须提高 你否则活干不出来 是吧 公司的活得出来 所以你必须提高单人的产出 提高人员效率 所以必须要增效 那么增效 那么一样有很多方法 自动化和IT技术的应用 这属于技术提效 通过技术提效 是吧 这是技术提效 技术手段来提高效率 技术提效 把手工的改成自动化的 半自动改成全自动的 是吧 通过信息化 自动化 机械化 电子化来解决 技术提高效率 第二 薪酬水平和薪酬模式的调整 包括重视内在薪酬 那么这里面就是通过激励的机制 来提高效果 所以激励提效 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 比方说 薪酬模式的调整 前面我们讲到了 你把计时工资改成基建工资 基建工资改成累进基建工资 对吧 那它的效率就高 它就愿意主动多干活 而且我们这里面一定要建立一个理念 就是高工资 实际上有时候是什么 是低成本 低工资 又是高成本 我经常提这种理念 高工资可能等于什么 低成本 低工资 可能等于什么 高成本 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要招聘某一个岗位的一个人员 那么本地区 同类岗位的给他开的工资是5000块钱 但是我开7000块钱 我开7000块钱 我工资比别人高了 但是 我有什么好处啊 第一 我可以招到更优秀的人才 你们招的是普通人才 我招的更优秀的人才 我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 对吧 我比你高2000块钱 这个心理还是不错的 那我招到一个优秀人才 一个优秀人才 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往往是平优人才的两倍都有可能 我工资可能是你的 比方说是1.2倍 1.3倍 对吧 但是我 人才对我做出的贡献 可能是能两倍 从这个角度 我相对降低了人工成本 所以我能招到更优秀的人才 第二个就是 我留住人才 更容易留住 我人才好管理 容易留住 对吧 我批评他 他也不会走 你那个人才 你花了4000块钱 5000块钱 你稍微一批评 他走掉了 他走掉了 你的成本就高起来了 而我的流失率就低 你的流失率就高 你流失率高 你的转换成本就高 你的离职成本就高 对吧 所以高工资有时就是低成本 所以聪明的老板 应该在控制员工数量的技术上 是吧 要把员工的工资要提高 要提高 所以改变我们的薪酬理念和薪酬的模式 低工资实际上是高成本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薪酬水平的设定问题 你要比同行稍微高一点点 上市有最提高我们的效率和产出的 另外薪酬模式的改变 把这种大工范的这种薪酬模式改成这种什么 这个差异化的 按捞分配 基建工资 薪酬模式的一些调整 包括对高管人员 我们对基层人员搞基建工资 是吧 搞绩效工资 对高管比方我们搞利润分享 搞什么 搞股权激励 所以要利用一些新的一些薪酬激励模式 使员工处于什么高效的这个状态 另外还要重视内在薪酬的激励 什么叫内在薪酬啊 除了我们表面的薪酬之外 还有其他的内在薪酬 比方公司的企业文化 福利 是吧 这些这个机制 有的员工他可能不太看重公司的高低 但他文化很好 氛围很好 是吧 还有上升的这种空间 这都是一种内在的薪酬机制 你很尊重他 所以激励啊 我们说激励不光是薪酬激励啊 还有授权激励 我给予权利 我信任你 信任也是一种激励 授给予权利 也是给予平台 也是一种激励 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薪酬激励方式啊 重视内在的薪酬激励啊 包括文化啊 另外加强员工的培训提升员工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什么 所以能力提效啊 这属于能力提效 所以能力提效 当员工的能力提高了之后 他的效率一般高 他的产出一般高啊 另外通过标准化管理 AE工程是吧 这个流程优化管理统筹 这是通过标准化提效效 叫标准提效 标准化提效 啊标准化提效 对吧 由于搞标准化的话 一般这个效率就比较高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管理 第一是对我们管理人员呢 你把你的时间用好了 你的效率就高啊 你的效率就高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高人员效率的一些方式啊 包括通过技术的手段 利用清楚的激励机制啊 提高的能力 通过我们标准化的流程 标准化的建设 AE工程等等啊 提高我们的单人的产出 提高单人的这个效率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过程中 同时多应用加薪的这种机制 包括薪酬的模式 是吧 包括这里面的减员控员的这种激励机制 所以说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本质 不是削减工资 削减薪酬 而应该是在减员增效的基础上 去增加单人的薪酬啊 这样的话 无论从员工的这个角度来说 还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大家都能够 国益 是一个双赢的这种结局啊 这是人力资源成本控制 我们要关注的一些内容啊 是吧 那么人力资源成本的考核啊 我们要考核比方说 劳动生产率 薪酬成本率 对吧 劳动生产率 就是人均的收入 或者是人均的产出 那么这个既可以考核 人力资源部 作为总指标考核 人力资源部 也可以考核我们的用人部门 这两个部门都是可以考核的 薪酬成本率 可以考核我们总体的什么 人力资源部门 人力资源的管理的费用 包括我们的总的人力资源成本 和人均的这个人工总成本 这个也是可以考核我们的什么 考核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部 也可以考核用人单位 这个人均的 HR成本 就是我们前面的四个成本 取得成本 这个开发成本 使用成本和理智成本 我们要善意啊 我们的财务要善意 把这些成本呢 都要进行一些汇总 做分析 然后作为分子 除以我们的分母的人数 我们看看我们人均的总成本 出于什么水平 就我们财务要善意做这个事情 那考核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部 也可以考核用人单位 另外理智率和员工流失率 这主要是影响我们的控制成本的 控制成本的 所以说这四个这个指标啊 四个指标 那么既可以考核 我们人力资源的管理部门 也可以考核用人部门 用人部门 也可以考核我们的什么 公司的总经理 都是可以的啊 这是对人力资源成本的考核 那么人力资源成本 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 这个重要的一个成本 随着现代的发展 人力资源成本的比重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吧 而且它是刚性增长的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 对人力资源成本的考核和控制 对吧 人力资源成本一定要占到一个 大的成本的角度来考虑 从取得 从开发 从使用 从控制 那么来做全方位的人力资源成本的 这个统计 分析 控制 和考核 这是人力资源环境的成本控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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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